欢迎收睇屈机TV 我是你的屈机主播周杰盈 龙象之争一直都是国际热议话题之一 关于印度发展潜力的问题 很多人都会想 印度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口 他们形成的市场和劳动力数量 好像跟以前的中国都挺像 看来他们都可以成为 继中国之后的第二个世界工厂 印度政府在去年宣布了一项 大规模的基础建设计划 Gatissati 他们就耗洗100兆奴比 即是大约1.2兆美元 即尝试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 但差不多有整一半的基础设施计划都延后了 四分之一的计划超出了原先的预算 有观点就认为 中国发展经验的最大意义 是在于走出了一条超大规模的单一经济体 切实可行的发展道路 而印度作为在世界上 除了中国之外的另一个超大规模单一经济体 其实他们是完全可以借鉴中国 走过的这条路去走去发展 但是有分析就认为 印度除了和中国有一样这么庞大的人口之外 他们成为不到世界工厂的理由 其实还有很多 除了种姓制度 土地制度 宗教矛盾等等 经常被人拿出来说的问题之外 还有一个被人忽视了 但是更加重要的因素 就是愚民 今集结议跟大家讲讲 印度是否真的有能力超越中国呢 在节目开始之前记得订阅WordGayTV 留言 赞好和分享给你的朋友 过去这20年 在中国科技制造业波兰壮阔大步向前的时代 蓬勃发展的电子 以计算机通讯行业 吹升了超过800间A股上市公司 在这10年之间 中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平均增加值增速保持在11%以上 始终高过整体工业增加值的增速 但是近这两年 中国外部经济环境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除了中美经济关系日趋紧张之外 最大的挑战就莫过于越南、印度等等的新兴市场 已经日渐崛起 而对于这些新兴市场 对中国的影响到底有多大呢 乐观派就认为 这样无损中国经济地位 而悲观派就认为 咦?又可能取代中国作为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呢 那中国到底面临多大程度的挑战呢 而面对着另一个人口大国 我们又保不保得着世界工厂的地位呢 今集结盈邀请到印太战略专家 郑国军博士Dr.Raymond Dr.Raymond 你觉得印度为什么取代不了中国呢 其实里面是不是有依赖的因素呢 是的结盈没错 其实每一次我们讲到印度会不会取代中国呢 其实都离不开几个问题 因为一讲到一个国家会不会取代另外一个国家 作为一个生产大国呢 其实我们第一个要看的就是 这个譬如好像印度那样 究竟它依赖多少其他国家去生产 而它又有多少其他其他国家去依赖印度的生产呢 如果你用这个角度去看印度的话 首先你看一看就是 其实印度是十分之依赖我们国家的 所以呢 在这样的看法的话呢 如果你要印度取代中国的 首先它就不能够依赖中国 你依赖得中国的就是你和我们买开东西再拿去再卖的话 或者加一点东西再卖的话 那你怎样取代我们呢 所以逢是有这样的依赖呢 其实第一件事已经觉得是机会不高了 但是是不是代表不行呢 我想它可以变的嘛 但是如果我们讲到印度呢 都很常常都会讲到就是四方会谈 就是讲着美国、澳洲、日本和印度 如果你看看这四个国家的话呢 这四个国家其实它对中国的依赖其实也是很多的 你看到呢 比如美国就讲着对我们的原材料下 我讲的是一成半的依赖 日本讲的是两成一、两成二 这个澳洲讲的是都是一成半以上 而印度呢 其实是最高的那个 是讲的是两成六的 那两成六的依赖的话 如果你要印度完全踢开中国 或者是替代中国的话呢 其实这个机会真是十分之微 那这个是此其一 此其二呢 就是大家都可以想一下就是 就是好像我们以前那样 最初最初的时候 我们都是出一些很简单的东西的 以前我们未是生产大国的时候 都没有飞机大炮的 都没有那么高科技的东西的 以前我们可能是讲的是 生产的是一些很传统的食品 很传统的一些工艺品 一张木台 一架木车 那这样 那其实印度它又不是做不到这些东西 那如果我们自己的经济慢慢起飞 即是国家经济起飞 你自然做的东西都会不同的 就以前 那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看看我们香港经济转型就是了 六十年代 七十年代之前呢 其实有很多人是做梳头 职法 所以假发行业曾经在香港 但当时香港是200万人的一个城市 但有五万人是从事这个假发行业的 你想想多少 今天没有什么人做假发的 很少很少 但是随着经济起飞 你会做别的东西 那假发去了哪里 就去了别的地方 那是否这样代表 那个地方就抢了我们的东西呢 那又或者是否那个地方就取代了香港呢 那同一个道理就是 当中国不再做木头车 印度在做木头车的时候 那我们是不是要说 印度已经取代中国成为全世界 生产木头车大国了 那这样讲又有多轻香呢 就是有些自己欺人的嘛 所以如果你说他真的要取代中国 首先就是他真真正正不依赖中国 那这样就差很远了 但是这个依赖看来真是很难 在一时三刻 甚至乎你说短中期 甚至乎长期 我都不觉得他有这样的能力 去摆脱这个依赖 那既然摆脱不了的话 那就是说他取代不了你了 那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 那第二样东西呢 就是 其实你看一看 印度呢 文化方面呢 其实都很影响 他究竟取不取代中国的 那你看一下 其实你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 其实我们讲的制造 很多时候是讲劳工密集 或者是生产密集的 那其实 逢是劳工密集 生产密集的 你都会回忆到一样东西的 很多人 特别是西方国家 他看印度和中国 就觉得 你都是两个亚洲大国 没什么分别 一个就 讲印度话 一个就讲中文 它都是这样的 但实际上 中国和印度的分别是十分之大 我用文化角度去看 这两个大国 其实有两点 是十分之大的分别 第一个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个自主性 自主性就是什么呢 印度人是比中国人的自主性多 自主不是一定是好事 自主意思就是自把自为 很多时候 那你想想 你作为一个生产大国 如果你有一万个员工 其中有一千个常常都说 我觉得不是这样做 我不想跟着大棒做 我不想跟着规矩做 我想自己有自己的创意 那这样就没命了 那你怎么生产呢 所以其实印度这一样这样的事情 很简单一个例子 你就知道了 我们中国 或者甚至乎香港都好 我们是没有那么多职压案件的 如果不是因为黑暴的话 但是在印度 他当年说的是 十年前左右 就有十亿人松一点 但是他说的职压案件 就有成超过十亿件 就是每人有一件打底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咬到不得了 他们的人是很喜欢咬的 很多东西都拿来咬 很多东西都觉得 我要用我的方法解决 我不用你的方法 那你想象一下 这一类型的国家 是很难向前走的 因为他们不会统一向前走的 那这个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一个长远合作关系 那中国人和印度人 分别就是这样 中国人就是 一次生两次索 最重要就是维持一个 长远合作关系 有相见 所谓 印度人不是的 印度人就是 我今次抢了你的生意 我就抢了你的生意 下次没有相见 不敢要 我抢了这单生意就可以了 他那个长远合作关系的那个思维 是跟中国人差很远 中国人是 经常都要记住 我是希望有长远生意做的 我不希望做了这单生意 就没有的 其实中国能够变成世界的生产大国 正正就是这样 我们个人都是 喂 我做一次做两次 我希望你以后跟我买的 而不是你今次跟我买 下次跟我买 那有什么意思 生产很简单 好像塑膠业那样 你弄个工模出来 我难道真的 叭一次就不用吗 我当然是希望你叭完再叭 叭完再叭 不停地叭的 生产真是赚钱在后面 不是在前面 所以 印度这种性格 正正就是令他们很难 跟他们有一个长远的 一个合作关系 既然是这样 你还要去取代中国 那就更加难了 其实如果大家再想清楚一点 你会怀疑这种事情 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这个就是第三个位置 就是为什么 譬如我们说四方会谈 就是说美国 澳洲 印度 日本 为什么他们会选印度 希望印度取代中国 其实说真的 是不是真的要一个 十几亿人的大国 才能够取代十几亿人的一个大国 其实说真的 有时候未必的 我不信八亿打不赢十亿 我又不信十亿打不赢十二亿 那我们中国其实 人多是好事 但是反过来 不一定一定 是他要找印度来对付我们 为什么他会找印度呢 其实他们也有个考虑 我觉得 其实你要看下的话 西方社会是很喜欢 找一些痛脚摘手 到有什么事的时候 就把痛脚摆出来 痛脚是不是真的痛脚 就另说一下 我举个简单例子 中国的人权状况 常常都说我们新疆 我们新疆有什么问题 问题就是 他喜欢拿来说 亦有人相信 很有趣 印度其实他们的文化有一样东西 就是他们的两性的平衡 两性平衡 其实在西方的角度 两性一点都不平衡的印度 但是从来没有人出过声 为什么 因为正正要借他来打中国 所以他不会拿这件事来说印度 但是当如果有一天 印度假设 我就觉得不会了 假设他能够真的取代到中国某些东西的时候 然后他觉得印度有威胁 他就会走出来说 印度的女权不平等 所以我们为了要支援女士 所以我们就要抵制印度 但他会做得出的 所以你看到四方会谈 就拿了印度来死的 所以你说是否真的拿印度来取代中国 老老实实 我只是觉得 他是希望找一个他们有办法 觉得有个痛脚了 就找这个有痛脚的人 希望这个痛脚取代上一个 因为他们又不满意中国 其实也不是很满意印度 其实他简念的 我觉得是有一个这样的盘算在里 好,谢谢Dr.Raymond 其实在2019年那时的印度财长 尼尔马拉、西塔拉曼 向包括小米、OPPO、ONEPLUS等等 各大在印度有业务的跨国企业放风 说,喂,要不要重铸投资印度? 不如将在中国的工厂搬到印度 因为我们快要下调企业税率了 西塔拉曼是印度总理莫迪 在经济上的左右手之一 绝对的做事有担当 君子一言,司马难追 怎么也不会是无的放弃吧 但最后的结果就略显滑契 原来接受谈话的39间全球企业里面 最后只剩3间由中国搬到印度 事实证明 这些跨国企业会继续选中国 而不是印度是非常明智的 在2021年,新冠疫情搞得印度政府一获抱 面对新德里,就界都是火葬牆 全印封锁而导致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他们不单在疫情高峰之后 直接躺平抗疫 税务部门更静静地出动 在年底突袭了一道 撑行印度制造概念的富士康 以隐藏收入,逃避税收,账面造假 和艺形违规的理由去调查印度富士康 几乎底裤都被他查了 还未远,他们再突袭了oneplus小米等等 在印度的中资企业 而最惨的应该是印度制造的一哥小米 不单在印度的中资大企业 其他外资大企业都被印度税务部门收割 中外资本的中小企业都走不掉 而这些税务执法人员,深暗纸面规则和司法实践的区别 对这些中小企业大搞人性化 先罚80万奴比,交不出40万奴比都可以 全款搞不定就打一个折 7折行不行?不行,打够5折吧 这些印度税务部门的执法 其实也挺有印度特色的 但问题在于,这样收割资本 虽然令印度一时痛快,但带来的结果就很惨痛 因为包括中资企业在内的众多跨国企业 要不就对印度的投资越来越谨慎 要不就直接走路了 2021年年底,印度收割完资本后 吸引外资的能力就暴降 现在印度不能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 就是印度只有人口,没有红利 原来有人口都不代表你一定会有人口红利 不要想着有人口优势就一定会变成世界工厂 莫迪提出的印度制造这个口号 印度试图去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野心 已经是人尽皆知 不过,人口红利其实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 指的是一个国家的息灵劳动者 在周期里面,在全国的人口比例里面处于一个上升趋势 以及所带来的同期经济增长趋势 所以,人口红利的出现有一个基本要素 就是人口总抚养者的比例要等于或低于50% 也就是说,需要社会和劳动力抚养的老人家和小朋友 需要少过劳动力 而人口红利出现的窗口期一般都是在人口转型的晚期 这个时期多就三五十年,少就十几十年 所以也可以说,人口机会窗口期就是产生人口红利的时期 现在的印度就是在人口机会窗口期上面 但就几乎没办法在窗口期里面产生到人口红利 印度经济监测中心就披露 现在的印度有大约9亿色零劳动人口 但在里面竟然有4.5亿人是不愿意积极参与经济工作 而里面有一大半都是年轻学生和妇女 同时,土地制度也是印度一个没办法快速发展的超级大障碍 用Tesla去举一个例子,Elon Musk曾经很多次说过想Tesla进入印度 还在社交媒体上公开表态说 不排除Tesla在印度那里设立工厂的可能性 印度方面更加公开地说Tesla应该在印度那里建厂 看来印度和Tesla都有共识了,为什么又会失败呢? 首先,成本很贵,里面包括关税,土地费用,后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等等 而在关税方面,印度现行的税收政策是 在外国进口的车,要以4万美元的售价为限 低的征收60%关税,高的征收100%的关税 Tesla几乎所有车型都高过这个限价 即是说,要在印度那里赚到钱 Tesla的售价至少再高一倍才能赚到钱 而在土地方面,印度的土地私有化非常严重 有很大量的土地、合法地 都掌握在当地地主或私人农户的手上 当有很多项目要用到土地的时候 就算是由国家带头,涉一些高额的补偿金 都征用不了 印度的基础设施建设这么薄弱 而新能源的电动车又必需要有充电设施才能走通 如果Tesla想进军印度 他们还要巨额投资给印度 去建充电站、充电桩 计算的支出都不少东西 Tesla想在印度那里建厂房 除了这些实际的高额费用之外 其实长时间的成本都要考虑清楚 另外,恶劣的营商环境 不少的外资纷纷都被逼走 我们看回前有韩国普汉在印度那里建设钢厂 12年未建成 后有日本投资印度高铁 6年才收了10公里 印度在基建方面的这些弱支持和弱效率 搞下去真是不行 再加上刚才说过的外国企业 不断被印度部门调查查税 经营起上来 根本就是缓纜多便利少 跟印度相比 中国无论在土地政策、贷款支持 税收优惠政策、汽车产业链 工人熟练作业度上都佔据优势 这也是Tesla更愿意和中国合作 而暂时放弃了印度的主要原因 虽然印度和中国一样 都是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 但跟中国不同的是 The language is very very complicated 我们看看2001年的人口普查 印度有33种主要语言 还有1599种其他语言和方言 而所谓的主要语言指的是 使用人口超过100万人 现在里面 印地语是印度本土的第一大语言 但印地语做没有语的人口 就只是占了印度总人口的大约40% 不构成绝对多数 也就是说 在印度 除了印地语还有几十种语言 是不可以被视为少数语言 而是跟印地语一样 应该被视为主要语言 2014年莫迪政府上台后 基于印度教民族主义思想 提出了一个口号 一个国家 一种语言 一种文化 在这里的一种语言指的就是印地语 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之下 莫迪政府在全国大力推广印地语教育 但这么多年过去了 效果似乎不是很理想 除了非印地语民族抵制之外 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那个老问题 印地语没有经历过 类似中国近代的语文改革 现在在印地语教学 在教的还是文言文式的印地语 这种比真理用的宗教语文 是严重脱离了口语和实际的应用 其实没有什么实用的价值 那莫迪要实现一种语言的梦想 看来就是任重而道远 而在我国 近代的汉语文改革 令到大规模的素盲成为可能 而素盲的最大意义 就是打破精英和群众之间的过程隔膜 令到知识精英的各种思想 可以传递到群众内 令到大家成为一个整体 这样大规模发动群众的可能性就有了 我们看看以上种种原因 因为印度缺乏了像中国那样的近代语文改革 还原用作为英国殖民遗产的英文去作为科技语言 那当要大规模规范化培训技术工人的时候 其实是不可能的 而没有足够数量的技术工人 就不可能建立到有竞争力的制造业 跟中国相比 印度没有一个作为世界工厂的必要软件 那意味着印度想做下一个世界工厂 就真是同志仍需努力了 同时新兴国家对中国的挑战 主要是在技术含量比较低的加工业 因于中国在过去四十多年累积了绝对的体量优势 在未来中短期之内 中国仍然会是亚洲经济的领导者 印度等等的国家是没办法超越到中国 预计二十年之后 印度、越南、印尼三个国家GDP的总和 都只是可以去到中国的60%左右 而且亚洲新兴市场的国体 对中国并不是完全是坏事 其实世界工厂也不是同一个国家的生产力 画上完全的等候 除了低技术的产业 我们国家还有很多高的技术产业要研发 在经济上来说 中国企业完全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大有所为 由国际大势来说 亚洲国家的崛起必然会引起西方世界的相对衰落 鉴于中国是亚洲独一无二的领头洋人选 崛起的亚洲会帮助中国找到强异、有力的志同道合者 重塑世界的秩序 Don't be said, will be better, my friend 我是你的屈鸡主播周杰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鸡TV的频道 留言、赞好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的 明天 史物 Una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